针对海魁台风的最新动态 海景跟陆景的范围是否有缩小或者是扩大呢 赶快来听这样一句最新说明 有打转的现象 因此目前下午5点 它的中心位置仍然在澎湖西南方 大约50公里的海面上 在过去三个小时 它的近中心风速略为减弱到每秒23公尺 暴风半径则维持120公里 因此目前暴风圈所涵盖的范围 仍然包含了云林、嘉义、台南、高雄 以及澎湖跟金门地区 而气象局也持续针对台湾海峡 以及东沙岛海面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根据未来预测路径 台风在今天晚间会持续的潮汐移动 因此我们预计本岛的县市 有机会在今天晚间解除陆上警报 而台风中心预计在明天清晨到上午之间 将会登陆中国福建的沿海 我们也预计有可能会在明天清晨到上午之间 有机会解除陆上警报 不过台风目前它的整个环流雨带 还是在影响我们 要提醒大家在今天晚间之前 降雨的热区依然在南部 以及宜花地区 另外在金门 目前是有比较强的对流云系正在通过 所以金门地区最近也出现了比较强的短岩石豪雨 提醒金门的朋友要多加的留意 而到今天入夜之后 整个降雨的状况 虽然断断续续还是有短暂雨 可是雨势 整体来说跟白天比起来是较为趋缓 不过还是要提醒 宜花地区以及东北角 还有金门地区的朋友 留意仍然可能有比较大的降雨出现 而未来的天气 我们透过天气图来了解一下 今天生成的热带性低气压 有机会在明天增强为轻度台风 未来将会朝东北方移动 而在它北上之后 由台风一路延伸到目前海魁台风所在的位置 将是一个广大的低压带 台湾就会在这个低压带的中间 因此天气环境相当的不稳定 我们预期明天礼拜二 仍然受到海魁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特地依然断断续续有一些短暂震雨 尤其中午过后 在中部以北地区要注意局部大雨或短延时的豪雨 而礼拜三到礼拜五 台湾未在低压带间 环境相当不稳定 要特别留意午后大雷雨的状况 整体来说 所有的雨势大概要到周末 才会有比较趋缓的情形 海魁台风对台湾本岛的影响逐渐减弱 但是要提醒澎湖跟金门 在明天清晨之前 仍要留意台风所带来的风雨 而未来几天 台湾附近的环境仍然相当不稳定 提醒大家外出活动要携带雨具备用 并且多注意最新的天气讯息 以上就是今天下午的最新说明 听听很清楚的 有点联合